231 蘭州神報 中國好聲音新進導師周極倫 方浩然我來好聲音必須拿冠軍 2015年7月14日娛樂音或A.I.I. 18瓶麗艷音樂才子周極倫的加盟 模擬是第四季中國好聲音的一劑猛尿 別看其他三位導師君為歌壇前輩 周極倫的導師手手可並非玩玩而矣 日前 周極倫在接受記者採訪時 談及最終的冠軍歸屬直接放出狠話 我來這個節目就必須得是冠軍 隨後還不忘補充說 態度很重要 不示儀器 挑人們藍高 不要第二個周極倫為了達到帶出冠軍學員的目標 周極倫對自己的學員設立了很高的入門要求 不緊要能說合 還要會唱 因此他直言選人會很嚴格 而對於那些想要進入其戰隊而選擇了他的歌曲的學員 周極倫表達了自己的看法 不想要有第二個周極倫 希望每位學員要有自己的歌聲與風格 說到目前自己戰隊學員的水平 周董言談之間不無得意 我戰隊的不少學員是四位導師都轉身的 這代表了四位導師都肯認可他們 但更讓他糾結的是 目前聖下的學員名額已不多 所以要更加嚴苛 極色新盟友碰到心儀學員即散火在來到好聲音之前 周極倫在四位導師中和於呈獻關係最好 同樣喜歡籃球的二人還爭一起打過籃球 受要擔任第四季好聲音導師後 結倫就特地向導師前輩如呈獻討教為師經驗 除了老隊有哈林 周董這次還收獲了新盟友那應 根那者結盟其實是因為我和他口未還挺像的 我們通常都會選到一樣的學員 我轉身他也轉身 不過這帝聯盟的根基似乎相當不穩 一旦碰到真心喜歡的學員 兩位盟友立刻拆火 錄像狠活躍獲風逆祥小王子提起同位導師的汪峰 周極倫偷偷爆料 私下和汪峰接觸時 發現和想像中的汪峰老師不太一樣 錄像時看起來挺嚴肅的汪峰 不談音樂的時候其實真的挺鬥的 是四個導師中的遊戲王 我們常常會玩遊戲 我想不通他遊戲的點子為什麽這麽多 據透露 四位導師常玩的遊戲是猜電影名 而汪峰差電影特別在行 連周極倫導演都自嘆不如 隨著錄製盡情的推進 新進導師周極倫對節目錄製有了許多心得 在他看來 當導師和自己以前主持節目的經歷有異曲同工之處 要帶動情緒 還要訪問 幫助官吻高 地了解學員背後的故事 因為錄像時表現活躍 而外講冷笑話出名的周極倫 在好聲音居然有了熱場小王子的力稱 通常他們講一些冷場的 我就要開始讓這個氣氛活躍 我其實看情況的 比如說 我很喜歡這個學員 我的話就會很多 如果說比較沒感覺的 我就很難擠出話來 本部首席記者屏麗嚴